回圈,從頭跑,然後呢,一樣的只留下第一個 如果下一個還一樣的話,那就不要了 那一直跑,回圈,它會幫你篩選出條件 最後呢,也可以取得清單,不過 會比較不好去撰寫這個程式 再不然的話,就是說利用什麼?利用資料庫 因為資料庫裡面有一個函數 它可以幫我們用group的方式 group的話,比如說group by 有一個sicle裡面有語法,就group by 它可以幫我們針對哪一個欄位,它可以幫我群組 群組之後的話,就留下一樣,只有群組的那個名稱而已 但是方法很多啦,不過看起來 在esail裡面呢,這個遺族重複功能已經非常好用了 所以,只要怎麼樣呢,把這個遺族重複的聚集錄下來 其實就只有一行,我只有一行而已 那你就不如,如果在esail裡面 不如就用它裡面那件功能最簡單 而且最快速 這樣很快就可以得到一個清單,對不對 ok,那我們是得到這個清單之後的話 再來就怎麼樣呢 按照這個名稱 有沒有,這個名稱呢 去做建立什麼 建立一個工作版名稱 比如說這個是資訊 我們還是用那個業務好了,這個先把它複習,等一下再講那個 如果用別的,別的這個欄位的話 那確定之後的話當然,如果你以不知道 有比較好的方式,你以前可能塗髮鏈剛 塗髮鏈剛怎麼做呢 Ctrl C對不對 咬搖,然後呢 然後 Ctrl V 不是 不是這個 這邊按右鍵 重新命名 Ctrl V對不對 然後再來呢 再到這邊 再把咬搖的這個範圍的資料 包含什麼?包含欄位名稱 Ctrl C 然後切過來 Ctrl V 並且怎麼樣呢 把這些欄位選取之後 有沒有 常用裡面呢 做什麼呢 格式裡面的 自動調整欄 欄寬 因為它貼上之後欄寬不對 有沒有 切過來之後的話 再切回來 再怎麼樣取得這個名稱 Ctrl C 然後再新增一個工作表 按右鍵 重新命名 Ctrl V 菜頭對不對 然後再怎麼樣 找到菜頭的範圍 並且把欄位名稱 Ctrl按住 按 複製嘛 然後再切過來 再貼上 然後再怎麼樣 一樣的動作 格式 自動調整 列高 然後再來 再切過來 如果說 公司內部有100個 業務人員 我看 其實很多人就是 每天都做這些事情 就對了 切下去 我看很多人真的都 每天就 他的工作就是 做 做VPA 可以幫你處理的事情 但是他每天都在做 那大家做多久呢 你就慢慢弄 慢慢弄吧 如果有100個業務人員 他大概就慢慢弄 弄的一個 一天一個早上應該就差不多 差不多 一個早上也許 做完 可是實際上如果他可以 他了解那個 VPA 我們上禮拜做的方法的話 基本上 只是按一個 按鈕的動作就完成 變成 比如說這些 這些不一樣 刪除 那比如說 我們上禮拜做的就是 從那個 聚集裡面 然後這邊有一個快速分 按一個執行 其實只要執行完之後呢 結果呢 就通通都 大功告成 有沒有 那因為我們這邊只有六個 看不太出來 如果說這邊有 人數越多越明顯 越明顯 那這個部分的話是上個禮拜我們所講的 所以 對於一些工作效能的提升上面 我想像類似像這樣的sample 一定會有一定的幫助 只是說 接之後你要怎麼去 把我們 我所上課的sample 直接用在工作上面 那稍微再把重點再提示一下 這個快速分類到底 我把它編輯一下 按下編輯之後的話 那自行